請兩箱 我想接到這個任務應該很有意思 但是也充滿挑戰 非常有挑戰 因為其實我很久沒有在設計一個 之前是因為比賽而設計作品 然後這次擺布給我一個很大的空間 就是以品身為發想 然後以翻糖作為輔助的 任何的延伸的工具 那從畫草圖開始 我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其實我自己 本身畫圖不是非常厲害 但是我很喜歡創造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到我最後看到結果出來 喔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做不管是音樂還是做表演 我其實比較是有時候會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然後中間迷路了 或者是完全沒有目標 然後從一路到終於看清楚 所以這一次的作品 就是從我不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這樣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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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是一個很像是自我挑戰 每一次做作品的時候我都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是 而且就是到最後也遇見了自己 好 從一開始一個命題作文 從九評出發 透過他專業的翻糖的繪畫 操稿 到完成 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要看到那個影片 我們待會兒可以看到實體吧 對 還能這麼大一個 這個體積算是你的作品 我就想說做這麼小應該大家看到 可以做那麼小嗎 我就扣錢了 沒事 沒事 你就做小的 可以啊 袖珍啊 不行啊 因為這個作品還要尋回北中南 待會兒我會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的朋友都有機會進去的看到 小燕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次為什麼會願意跟百富的這個心意計畫來做合作呢 其實收到這個邀請還蠻緊張 但又很開心 我想說 我其實本身就是百富的粉絲 然後這一次可以以造異師的方式跟他們做合作 然後也是同時間也是我很喜歡的翻糖工藝 所以 就 就 大膽的接下這樣子的工作 我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要讓他弄弄是他創造的東西 他是他創造出來的 對 所以他有一種 細中細的感覺 對 這裡有刷子對不對 對 就是他在創造 後來我做完就覺得好像又 他是在創造他 因為有一點像是 他的腦袋中的樣子 其實是不是很 不是很 很有國際 其實 是一個很 很奔放的他 這樣子 因為我看起來就是比較像是一個人的肢體 但這個好像是他想像的更奔放的人的肢體 對 所以就是像我說 從剛開始本來預設是說我要創造一個東西 結果變成是這個東西創造我 所以就 我的主題就是 大概 我說 原來是 我要 往這個方向去 從草稿開始 然後 我其實沒有 準備 要把草稿給大家看這樣 因為我們畫畫 就是非常 幼稚園 就是很多 東西就是 邊做 才會邊 發現說 喔 這邊還可以再加東西 或是改了一樣的顏色 所以 在跟同事一起製作的時候 我覺得 最難是 因為 他們要 猜我腦中在想什麼 然後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問題 要等著我 去 告訴他們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在 共同創作的時候 最 最 絕對 有半 但又覺得好像有一點 責任感 要 帶領大家的那種 壓力 對 但目前現在專輯的部分 已經突破了黑暗期了嗎 黑暗期 其實在每一次的單個 我都先把它拆成單個單個座 然後 我 我 不會說現在在黑暗期 對 但也沒有看到曙光 所以 所以好難形容 可能真的 就 真的要做 是 牛 我還蠻相信 那個叫什麼 順水推中 就是一做的時候 就會非常快速 對 那 只是 就像我 之前 說我歌詞 還沒有 到位 所以我就一直 在充實我自己做點別的事情